他们说吊车位意味着无药可救 他们说强行留学即是无智无谋 他们说百态生活只是一场作秀 我说No 我叫冷一飞 20岁已倒数第一的成绩考进大学 不仅学费全额 还面临着拿不到长期签证的风险 入学第一年 我几乎天天泡在图书馆 甚至连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复习上课的内容 第二年考到了年级第一 不仅学费全面 而且连续三年拿到奖学金 进而成为广岛留学大使 代表中国留学生在联合国中发表 深受日本忧患文化的影响 我都会在图书馆的体验 拳击 调酒 马拉松 只要我想 没有功能 现在我正在和朋友做一个谈话节目 分享给大家一些日本好玩的 好吃的地方 通过这个节目 也让我认识了很多影趣的人 人生百态 各有归州 我的故事还有很多 听我跟你娓娓道来 17号 15号 21号 都把灯调热了 21号 你好 男嘉宾 你好 我看到这VCR其实特别感兴趣 因为您是做贸易这方面的 对吗 对 在一家商社做石油工作 既然你是承诺贸易 所以你的沟通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没有特别强 真的没有特别强 我就想知道你和女孩子 如果是初次接触的话 你会选择带她去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去约会 好问题 初次约会去哪里 咖啡馆吧 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安静的地方 不会吵 大家会聊的话题更切入人心一些 那男嘉宾假如说我们去咖啡馆 喝咖啡的时候 这笔咖啡的钱你想怎样去付 前几次我觉得 如果我要跟你嘉宾一起约会的话 当然我可以来 我觉得一杯咖啡 对谁都不会有一些躊躇 你要说我们第一次吃饭 点了一支帝王血 谁付钱 这个大概还得想一下 13号 哈啰 男嘉宾 我觉得你有几点很特别 首先是你的姓 您姓冷 对 我觉得这个姓非常少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你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因为你知道该怎么去生活 而不是单单的生存 这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对 因为就像您说的 好多生活在日本的华人呢 他就是两点一线工作回家 怎么样在日本去选择一个 有趣的生活方式 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 对 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人 我不喜欢两点一线 我觉得该有固定的工作 但是也有业余的爱好 这才是生活 对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